陷阱有一段时间好像绿营从上到下不断地告诉老百姓说 大陆随时可能对台湾动手哦 但现在我们却听到军方啦官员啦告诉大家说 哎呀大陆目前没有能力攻台呀 因为台湾有海峡的天险哦 大陆不太容易发动我们这个登陆作战的 而国军会充分运用我们的海峡屏障来创造战场优势 说穿的就是说大陆没有办法跨越台海来登陆台湾啦 问题是台湾海峡然后今天突然冒出来了 不是早就在那边了吗 那以前美国跟绿营怎么告诉大家说 最快2025大陆要对台湾动手了呢 怎么现在又不只说大陆不会打来说 根本没有能力打台湾了呢 所以啊那之前到底是谁在对台湾人民做情绪勒索 到底是谁拿大陆来恐吓台湾人呢 从来都不是蓝营嘛 不就是民进党加上部分的美国的政客吗 那他们有他们特殊的利益 跟他们特殊的图谋啊 跟所谓的区域安全两岸关系 跟我们这边的和平稳定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所以呢这个是因为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祭司道 他呢在这个大选之后呢就针对这一次台湾的大选 以及两岸的局势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说美国根本就高估了大陆侵台的风险 那这个高估是因为美国不专业吗 还是故意的呢 为什么呢背后的动机是何来呢 这才是我们真正要问的嘛 但这个高估呢既是到认为说 我们要小心哦 因为美国会无意间造成了 反而造成了战争的风险 因为你一直没有这样的一个风险 但你一直说大陆很恐怖啊 马上就要打来了 然后呢 讲久了之后 就真的擦枪走火了怎么办呢 那现在美国协助台湾加强防卫 不用也不需要去羞辱大陆嘛 告诉你他虽然叫祭司道 他不是台湾人 他也不是蓝营的 那他是个美国人 是一个阿兔啊 当然啦你们也可以说 只要凡是讲这种话的 都是中共同路人 但就告诉你 他不是蓝营的 不是台湾人 也不是华人 好那他说 威这跟挑衅 是只有一线之隔嘛 所以你是在威这 还是在挑衅呢 你明明是挑衅 你却告诉我们说 你们为什么怕 就是说不挑衅的人呢 就是no 是投降派 是下跪派 说自己是在威慑大陆 可其实是不必要的羞辱 跟不必要的挑衅 这是祭司道 讲了大实话 也是长期以来 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到底是没有必要的羞辱跟挑衅 还是真正的要避战的威慑 那这个东西就是今天台湾人民 必须要学会分清楚 而不是跟着有动机的 有心人士跟政客随之起舞 而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安全跟利益到底何在 好他说啊 美国在让这个局势应该要让它缓和的时候 这个时候美国应该要让局势缓和 可是呢 却反其道而行 大声嚷嚷说支持台湾 反而让局势更加紧张 那难道美国过去没有支持过台湾吗 所以现在告诉大家你支持台湾 不是嘛 那祭司道的意思是说 美国不要支持台湾吗 不是嘛 而是你故意在这个时候 选择性的叫嚣 反而使局势更紧张 那一样的 我要问的是 为什么美国做这个事情 是在图谋什么样的利益 绝对不是台湾的利益 绝对是他个人或者是他们政党的利益嘛 好他说了 裴洛西高调访台 摆出了道义挺台的姿态 但此举并没有增强台湾防卫的能力 反而让大陆的军舰更靠近台湾 提高了两岸冲突的风险 这是祭司道 纽约时报著名的专栏作家所说的 换句话说 嘴巴上讲的好像是道义挺台 实际的效果是刚好相反 那台湾人民要的是什么 台湾政府要的是什么 很显然的民进党政府是不顾台湾人民死活 是无所谓的 然后呢 凡是美国人做的事情 就一概的 统统都是站站站好好好抱大腿 好那我们看到军方的官员出来讲话了 两岸目前不会爆发战争嘛 群方去年把大陆可能登陆的摊头 通通都验证过了 那你干嘛还买布雷车吗 他说大陆根本还不具有两栖犯台的能力 那我们何必要 都已经疫情全台湾全世界蔓延了 我们都不买 我们都不买疫苗了 那大陆还没有两栖犯台的能力 我们干嘛买布雷车呢 二来他说呢 也没有可以让解放军大规模登陆的摊头 没有啊 就算解放军攻上了摊头 国军作战的重心 全部摆在摊头的决战 那么只要上岸解放军 就没有办法获得后勤 也没有办法占领台湾 好了那摊头这么有限啊 然后呢也没有大规模登陆的摊头 那我们布雷车到底布在哪啊 布在空中 西中还是脑中呢 真的是莫名其妙 那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 跟我们宣传布雷车呢 那不买 又要给我们扣红帽子呢 然后军方又说了 登陆战很复杂啊 很复杂 就算我方都不熟 对不对 没有人守卫台湾 中共光是要把装备 运上岸都很复杂啊 很难的啦 国军目前所有的建军 跟攻防的训练 都是集中在攻击摊头 加上可以布雷 共军想找平坦 适合登陆的摊岸 相当困难 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是因为我们布了雷 所以他没办法上来了是吧 好 登陆战非常的困难 不只是如此 对台湾对于中共来讲 是有特殊的历史跟情感的意义 所以他不会也不愿意登陆 然后把台湾打烂了 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啊 所以对于中共来讲 他不会把自己深陷这样的一个 登陆战的泥闹 更不愿意把台湾打烂了 那对他来讲 是不符合他的战略目标嘛 好 他说大陆如果对台动武的话 最后还是要登陆战领才有办法啦 这要靠两栖登陆战 因为大陆如果不登陆 而台湾就是呢 一个敌死不从抗拒到底的话 那么大陆呢 最后不用两栖登陆舰 也是拿台湾没有皮条 没办法 所以但是呢 他说大陆啊 就算造十艘的航空母舰 我们也不用担心啊 为什么 因为航空母舰没办法来登陆啊 要登陆要用两栖登陆舰 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航空母舰 那干嘛呢 那我们现在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那我们到潜舰 真的台湾 现在的潜舰在这样子的 一个新的作战的方式里头 又真的能够派上用场吗 哎呀不能问不能讲啊 否则的话我就变共匪了 不是吗 就变匪谍了 所以在台湾 我们真的有理性客观专业的 来讨论我们的国防设备 我们的整个的对于台湾安全 我们的整个的布局吗 未来所有的这样子的一个兵推 台湾有在做吗 还是美国 哎 库存里面多了什么 要销货的 就是台湾 忽然间就变成台湾战略 最需要的东西了 通常不都是这样子吗 所以只是为了要销货的一个宣传手法而已 还是真的两岸很紧张 马上就要打仗了 然后马上要用到这些武器呢 那美国人的说法 通通不一样 前后矛盾 连我们自己国防部的说法 也来变来变去 那你叫老百姓听什么呢 选前说一套 选后说一套 然后呢在不同的场合 对于不同的对象 也讲的是不一样的 好啦 那现在蔡英文快要下台了 那赖清德要上台了 接下来赖清德又打算怎么做呢 萧美琴又打算怎么做呢 问他们有什么用 问美国比较快 因为他们就是对美国唯命适从 而且是对美国少数的政客唯命适从 太阳心全校克废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废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